建完資料庫之後 再建立一個table 資料表 資料庫裡面的資料表 名稱叫data data裡面需要幫我建立有 這個是table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總共五個欄位 主key就是id 分別裡面的格式就是int 然後10、nano 然後自動新增等等的 當然如果它是一個seql檔的話 你可以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部分的複製貼到哪裡呢 member底下讓它去執行 所以這邊的話第一個 我們先建一個資料庫 這邊把它ctrl-c一下 在這邊呢 記得先home鍵 回到主頁 資料庫 然後先建一個member的資料庫 所以這邊特別注意 把那個member貼上 然後編碼方式跟前面一樣 拉到最下面 看一下上面這邊 unicode ci utf8 按建立 第一步呢 先把那個member資料庫先建立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再回到home 它會在左邊這邊呢 會有個member 第一步呢 我們member的資料庫就有了 第二個的話要建資料表 那資料表的方式 當然你不外乎可以怎麼樣 自己從這邊給它一個名稱 總共有五個欄位 你在一個一個新增 那當然比較聰明的做法應該什麼 直接seql按下去 點member seql之後有沒有 把剛剛的那個 它提供給我的那個seql檔 其實大概就是從這個create table 一直到這邊就可以了 因為上下都是註解 Ctrl C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就會把那個剛剛的那個 我們的create table部分 整個就 直接把它貼上 然後按執行 它就會自動幫我在 member底下 建立了一個什麼 它這邊有一個 OK 那你可以看一下 在這邊會有一個data data裡面的話會有五個欄位 不過目前 一定完全是空的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要透過什麼 PHP幫我新增我們的會員資料 所以這裡面的話 如何從這個遠端先 幫我新增 這邊的話我想各位先第一個 建立那個member的資料庫 跟一個data的一個資料表 那這個資料表裡面呢 底下會有總共五個欄位 那這五個欄位呢 我如何利用那個PHP的表單 如果說它今天要新增資料的話 你有沒有辦法新增一個會員資料 從遠端幫我新增進來 就像你將來要讓使用者 從遠端新增這個會員資料的話 那當然第一步 一定要先在MySQL裡面 建立那個對應的欄位 OK這裡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然後 谢谢观看